今天下午就要变天了 你这是紧着麻木吗 我这个麻木跟变天没有关系 我就先把它销售一下 这个韭菜现在捡完之后还能长一长 还能长一长 我可听你的脚 外面那个茴香的脚 茴香的脚 不交也不行了 不交也不行了 明天早上零下一度 回家零下也不行 我感觉那些菜的话零下盘倒是可以 但是还是应该搅 大姑娘我就惨 大姑娘还有没长的树 过几天该说花生了 暖盆里太热了 上外面凉过两个 看这包米都黄了 有黄一片了 风一吹花花在上面 挺小心 有黄一片 有黄一片 给冒冬了 当时这五位子 这上面留的这些果子 就先让它们自己嘎磨上的 看来是不可能 它不会在这树上好像嘎磨了 就是好像有的成熟 有的没成熟 它们叶子全都黄了 这今天下午就下雨了 天气预报预报的老准了 报的是12点下雨 一点都没错 准时准点的就下了 现在这个实在是太变了 天气预报太准了 说下两个小时就下点时 今天我和大厨长也是就懒了 啥都没干 在家一直就这么待着的 吃点饭吃点饭 就是这些 我在大棚里的上午简单 看收拾收拾 基本上就是今天就没干活 这是下午过来 危机来了 就是说把这点宅回去吧 一报晚上还有雨呢 晚上几点就来了 七点是不是 半夜呢 半夜啊 今天是中雨 明天开始降温了 明天最低温就能达到领路 但是它还会反弹的 它就是下雨完凉 不下雨就反弹上去 今天总的来说 我们当地的气温 秋天气温还是在升高的 比每年的秋天还是要暖和多了 但是今年秋天呢 还是比较干 汗一直没有下雨 下雨下的一直都不多 下的几场都是小雨 下午就完事了 这雨好像始终都没透个感觉 地上都有点汗了 是 这小雨的话 下雨两天 吃个地皮 但是温都可以往下降 收拾 是啊 也到时候了 都啥时候了 是不是 这洋雨都十一了 明天就是 哎呀十一了 对明天十一了 十一色很好吃呢 十一色好吃的呀 十一色 哎呀这么伟大的节日 应该庆祝一下 真的 咱也得祝咱们的国家 反正长盛 真是对 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 国菜才能民安 是 太平盛是多好 收了那个院的五位子 要上这个院收 收个面瓜 哈哈 这一藏到杖子里头了 发现在晚的时候就没有收它 这个小花要不要端午家 端午家 端午家 这又收了一块树莓 草莓 草莓 这个基金 草莓还在生长 今天晚上就有霜了 把这个树莓盖一盖 还能吃几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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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